有朋友很悲觀 他問你9618京東會不會 250元都失手 又不是很悲觀,差不多了 今天低位都250元 當然跌太多了,現在跌了這10元 如果持有的,你覺得應該先維持一個技術的反彈 還是說今天還是算了 因為接下來相信不少收到京東的騰訊股東 都有機會會拋售 其實這個情況是怎樣說的 我先說策略上,有貨都是建議走貨 因為這個問題是說 大家記住一件事,他的量其實很大 你想想他這次減少 派的量是4億6千萬股 個數字是很大 你想想,佔了京東的A股 A類股份的量是一成多 就是他未留過,因為有兩件事就是 按道理,比如說簡單的邏輯 或者我自己想 你可能譬如我們的投資者拿著貨 你還可以考慮你會不會購貨 當然你是稅股來的 但是假設你是騰訊的筆水 因為筆水拿著騰訊那些 你想想,其實他的按道理是不能拿著京東的 因為他們本身不是那些 他們應該是那些叫什麼 因為內地面的筆水 就是那個深港空 他們是不可以拿著 他們現在不可以投資你的京東集團 意味著其實有貨也很沽的 所以你想想那些 那一道呢 其實我相信那個量都不是很少的 所以某程度上,說真的 我想你有貨也要忍痛 是不是要考慮一下減一下減貨 因為我相信未來這一段的時間 京東的股價應該都真的會挺慘的 還有最慘的就是這個動機問題 就是為什麼騰訊要這樣減持 就是這樣變相減持 為什麼這樣做呢 我覺得這一段 除非公司出來解解話 可能讓大家滿意 如果不是的話 我相信他的股價有牌 不要說他的 其實如果騰訊價格不好的話 甚至其他一些事股 好像微團這些 就這樣做就這樣了 對方的音樂 就是這樣做的 希望大家可以看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請客